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试用网 中国内地第一家 提供免费试用品 I try before I buy 登入试用网 开始狂抢旅 I try to 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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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陪我一起大奖的是宇宋小姐 哈囉 哈囉 欣如 哈囉 妳 妳叫今天我們來的是誰 有先知會過妳嗎 知會過 有好好跟你報備過嗎 你說製作單位是不是 對 有 有詢問過我的意願 然後妳有沒有覺得不妥 我OK 要那麼大方的人 她看起來也沒有什麼不妥的樣子 她應該還好吧 好 我歡迎林志穎先生 哈囉 哈囉 妳叫她今天主持人是林欣妮 知道啊 知道 OK 沒問題嘛 有什麼關係的 對不對 辛茹姐對不對 幹嘛叫辛茹姐 因為很煩耶 因為我剛剛看到那個 旁邊的工作人員都喊她辛茹姐嗎 沒有 我其實很小耶 那妳平常為什麼 不是 對不起 妳就Ruby啊 妳就她Ruby 我英文名字啊 其實我從小 家人朋友都叫我Ruby 到什麼程度就可以叫妳Ruby了 同學什麼都叫我Ruby啊 認識 因為我其實不太習慣叫我辛茹 一開始聽的時候 我會起雞皮疙瘩 因為我家裡從來沒人叫我過辛茹 那妳叫林志穎都叫什麼 小智 小智 對 OK 所以大家都叫妳小智嗎 對啊 對 林志穎旁邊是她的同學 我們歡迎張兆吉 大家好 我是張兆吉 同年同班同學 當年同班同學 我本來很開場白想要講的 對不起 沒關係 大家好 我是張浩子 妳有受過做同學的訓練嗎 妳有受過做專業的 明星的同學的訓練嗎 我就是高中的時候同學林志穎 大學的時候同學施藝男的 明星的同學張浩子 謝謝 大學同學是施藝男 對 天啊 所以我都跟帥哥當同學 施藝男是我學長 高中的學長 好巧喔 很巧 那你們高中的時候有開始演戲嗎 他那時候已經在演那個 母雞帶小鴨了 我高一而已 我沒有 你沒有 林志穎在學校就演時 有 演舞台劇 那時候還每一年都演吧 每一年都有一個成果展 然後還有一些公益舞台劇的演出 幫政府機關啊 然後幫一些反毒團體演的都有 對 林志穎的新專輯有送你了嗎 還沒啊 你不是有送花過去嗎 他叫我自己去買 好 我說你怎麼辦應該先送一下 我再去買對不對 有有有 來來來來 看著我看著我 謝謝你 不好意思我沒有送花 Ruby姐 謝謝 謝謝 幹嘛像Ruby姐很煩 好同學 所以是花 來請 還有帽子 帽子就是我們這個 欸 有沒有錶 錶你 拿錶 這是我們車隊 車隊 做的這個冠軍帽 對 對 重錶比較會戴 重錶嗎 好吧 既然這樣子 馬上拔下來 好 我一點都不客氣 一點都不客氣 當然啊 客氣 那哪一邊啊 這是幹嘛的 幫你戴好了嗎 好 哇 我就拿走了 當然拿走啊 有什麼關係 康哥節目結束了嗎 對啊 也沒有結束啊 只是 OK 本節目好像沉醉在一個甜蜜的氣氛的那個 等一下那個 我要過去坐一下 今天我們的這個特別來賓是這個康勇 那個 同學嗎 哪裡有同學 他帶我出道的啊 這樣算OK啊 所以他評審 對 請問那個 手錶是你收過他送過最貴的禮物嗎 現在嗎 不是啊 沒有 我們今天這個 換位子 換回來了 換回來了 我講的是現在啊 他會害羞耶 他會害羞耶 你考慮那麼久是怎樣 他從 對 今年 今年一月開始 今年沒有送我生日的禮物剛剛好 你怎麼可以今年不送他生日的禮物呢 沒有剛好在這個 在哪裡 內地忙啦 往年每一年都有送嗎 有沒有 偶爾有啦 偶爾啦 有啦 都送些什麼 女生用的東西啊 女生用的東西啊 有時候 蛤 衛生棉啊 不會送這種東西吧 皮包吧 手袋 小手袋 OK 所以他都記得你生日 我也記得他生日啊 那你送他什麼 沒有 我送你 為什麼他送你東西 你不送他東西呢 因為沒有碰到面 可是他不碰到面 他也送你東西不是嗎 那現在碰到 他生日還沒到啦 十月還早 所以你都是托人轉送啊 對啊 不一定都可以啊 什麼快遞嗎 銀杞 今天不會那麼容易就放你過來 好好講一點 所以晚上 對 所以晚上我跟他MSN還講說 明天要多講一些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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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高中的事情 聊聊高中的事情 然後他就忽然點點點點點 然後我說你怎麼了 他說 可是明天是代班主持人 我說我還沒想過來 我說代班主持人怎樣 他常常換代班主持人 他說 他說是林欣如 我就 哪個代班主持人在說你不過來 林欣如代班主持人你過來 對啊我也覺得 明知山有虎偏上虎山行 剛好是時候發明 你還指望我不聊嗎 有些人分是切不斷的啦 所以你找一個學校同學來掩護 你有什麼用的呢 我當然會聊一點在學校一起 沒有 沒關係 我不介意 好 所以 他挑禮物的能力怎麼樣 作為一個男生送禮物給女生 男生送禮物還蠻貼心的 就不會送一些白目的東西 不會 像微波爐什麼些的 不會 還沒有人送過微波爐 起碼都會有點浪漫的感覺 就還蠻貼心的 也不是浪漫 就是實用 那會寫卡片嗎 他很健忘 有寫過 有寫過 真的 講些什麼 生日快樂 就這樣 不要逼我 把影片放出來 卡片沒有啊 沒有沒有 我沒有你卡片的影片 我有別的影片啦 也不會好到哪裡去 好緊張 好啦不要緊張 先放鬆一下 好 林淨同學呢 出了新的專輯是跟 又是跟開車有關 結果你的MV裡面 一共亮了幾輛你的車子出來啊 其實這一次MV最主要也是 跟車座結合 最主要聽我這張專輯 就像好像是我開了車 然後帶你去很多的地方 可能帶你到賽車場 可能去暗夜狂飆 可能去海邊 可能去夜晚看星星 聽的那種浪漫的音樂 所以說其實 有不同的這種音樂風格 在這張裡面 而且 很奇怪 欣如剛剛聽到看星星 表情怪啊 看星星 你是什麼意思啊 我怪了 去油車盒 你是不是來掩護林淨的嗎 你是來陷害他們的嗎 沒有多多少少嘛 突然開心 你是不是丟一下 我是試圖把這個尷尬的氣氛 稍微瓦解一下 所以 你比較喜歡坐在摩托車後座 還是坐在車子前座 車子前座 跟駕駛人坐在一起 我不喜歡這種尷尬 那 那個 他開的時候技術怎麼樣 車子嗎 嗯 還不錯 他開還不錯 所以有女生在車上 他還是會開得不錯 就還滿喜歡甩尾的 就是 連約會都要耍甩嗎 可是那個女生座後面 可是他前面是男生 然後就甩尾 你們約會為什麼會有超過 不是啦 就是大家出去玩 不是約會啦 然後女生坐後面 然後就很愛耍帥就甩尾 所以 有些人也滿健忘的 甩尾都忘記了嗎 沒有啦 就是 可能有一票車友出去玩 然後 可能 就各自秀一下自己的技術 練習一下 那 女生在車上的時候會尖叫嗎 應該 還好吧 都滿習慣的 你很習慣被甩尾啊 那我幹嘛 那別的女生又不是指我 不是你們要指我 不是你嗎 他會不會只有載過我一個 還有誰 我不曉得 因為他 他來賓耶 除了靈心如之外 你還載過哪些女明星 沒有啦 這只有他嘛 對 你看 誰要比你還說 怎麼辦 你們兩個自己不吵好招 一定是出漏洞 好尷尬 所以 有去看過星星嗎 好 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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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晚上你不應該MS用我 你應該直接打電話給他 先跟他倒好招 你不用跟我一輩的時間幹什麼 張大志 以人類的常識來判斷的話 剛才這樣望著我 應該就是 看星星是一件常發生的事情 對啊 其實他滿浪漫的 他對女孩子很好 OK 所以 你 好 我不要問你給大家 我是主持人 我是來賓耶 真的嗎 我是主持人 我今天代班 對不起 我一起 我一起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今天沒有助理主持就算 你今天還一個人訪問三個 是不是 我 我要到坐摩托車上給你訪問 好 你可以選就是 林淨過來 或者是張趙智過來 你過去這樣 他選擇在你旁邊 你要留在自己身邊 對 好不好 好 那 摩托車如果載人的話 會不會很不方便 後座 基本上 騎摩托車是 一個人騎比較舒服 OK 對 坐的話後面不太舒服 而且我覺得做這種形狀 應該是就是故意要 讓女生可以 很貼他 因為他幹嘛前面高起來 而且後面還沒得抓 對啊 一定要抱 我覺得難過 林淨這張是你的嗎 對我的 你可以示範一下那個 發動嗎 可以啊 這多重 兩百多公斤 兩百多公斤 所以你怎麼操作得了他 我不行啊 他可以 就是不是 其實他操縱都OK 可是你不要搗就好 搗了 搬不起來 搗一下 很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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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下來 好吵 人家買一台一百多萬的摩托車 然後發動兩下 就拍拍人家就 很帥很帥很帥 沒有 你別叫我發動 沒有 我問一下我的搭檔主持人 就是說 你們女生喜歡 這麼 我不喜歡 這種傻帥的摩托車嗎 我很討厭 非常討厭 為什麼 我覺得耍什麼帥 你這樣會飛嗎 就 就是很man啊 我不覺得耶 為什麼 如果在我的 你現在聞到空氣中的那個 汽油味不會覺得很興奮嗎 我不會 不過如果在我的話 我會覺得很丟臉 因為可能大家都會看你吧 然後 然後 大家都看不是很出風頭嗎 對啊 對啊 騎這種車應該就是要讓大家看吧 對啊 而且就是自己騎的那種享受 那種感覺 George 你可不可以過來一下 好 來 因為那個 林鑫 妳剛剛已經講了 說這種車 你們就是為了讓後座的女生貼上去 對不對 所以你跨一下 然後 你假裝一下 我看會多貼 我假裝女生 其實還好啦 這個 坐這種車都要有技巧 這樣哪有貼 可是他如果一往前的時候 那你可以這樣啊 難怪 你當初就是沒有這樣 所以才一直這樣對不對 滑不來 滑不來 其實不去側座就好了 不要 因為你穿裙子不要看 如果腳也沒地方不看 這個畫面應該滿美的 這樣 有 會不會燒到 你要在排氣板燒到 排氣板在那一邊 老闆什麼 排氣板燒不到 林鑫 這種車不能側座對不對 現在基本上都不能側座 所以如果載女生 她一定不可以穿裙子 對 然後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這樣拍鏡照還勉強可以 這個大致是15年前的拍照風格 然後現在一定要都戴安全帽 對 一定要戴安全帽 然後這種重型機車有規定 一定要戴特殊格式安全帽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說特殊 一般的 但是它的駕照一定要是那種 大型的重型機車的駕照 可是女明星 如果戴安全帽打型就壞掉了 不是 如果戴 如果騎這個 然後戴一個Hello Kitty安全帽 會不會很好笑 對 也不會 就很簡 要戴 要穿那種皮夾克 對 皮夾克 然後黑色整個套頭 就是有固定的那種 哈雷的衣服 OK 頭盔 可是我訪問過玩中機車的人 他們的女友常常抱怨說 他們愛車超過 招呼他們女朋友的程度 差不多啊 是啊 就是有時候擔心那種刮到 或者是 每天擦車的時間 都比跟女朋友聊天的時間多很多 可是我覺得這是女人的一種 天生嫉妒的心態嗎 我們男生喜歡表他們的 都喜歡表多於女生 喜歡車也會喜歡車多於女生 所以我覺得好像有個人 分散他們的注意力跟寵愛 所以是嫉妒 那你怎麼平衡那個 不要太花時間在車上面 其實事實上我花在車子的時間 非常的多 因為像我每一次出國忙完回來 光洗車啦 然後保養啦 光照顧那些車子其實 占掉很多的時間 那這樣來到家人或者朋友 不會抱怨你太沉迷於這個嗎 其實還好 他們都蠻了解的 然後也蠻能夠知道 因為我就是很喜歡嘛 然後每一台車都弄得乾乾淨淨 車子都自己洗啊 有一些自己洗 因為其實自己洗 我就知道哪邊有刮痕啊 很有受傷啊 這也比較清楚 對 真的 我實在很想 很想要讓你只當主持人 可是你又要問我什麼 當媒體如果是我問 我覺得比較自然 因為 你真的不知道他車子都是自己洗的嗎 我不知道現在是不是自己洗的 OK 好 你現在還是這樣自己洗車嗎 是這個問題 是這個問題 阿翔哥 我覺得你問的問題 真的太過分了 應該這樣問 他有邀請你跟他一起洗車嗎 面對蔡康勇的連連逼問 林昕奴也招架不可 好 那 你 我問你 比方現在如果再找 交往的對象的話 你會不會避開那種太愛車的人 還是說其實也沒關係 一樣愛就行啊 車跟 人要一樣愛 對 所以你並不介意他 花很多時間在玩車子上面 還是會介意 如果花太多時間 然後完全忽略我的話 我會解疑 會申請 可是像騎中心車的人 我知道都會有一群朋友 然後要一起去飆車 那 林昕奴現在也是這樣嗎 也是有固定一票 然後可能 到了假日 天氣好然後就出去騎車 所以跟他們混的時間會很多耶 但有時候也可以一起出去 也不一定說一個人 那因為就是 有時候騎出去可以交換騎 那就比較舒服了 所以說不一定是一個人 騎去哪裡啊 譬如說去宜蘭啊 花蓮啊 騎摩生去宜蘭啊 很快啊 然後一個半小時兩個小時到 一個半小時兩個小時就到了 假的 很快的 真的 然後屁股都不會痛嗎 對啊 我也是想問 不會啊 不會不會不會 而且騎到那邊 因為騎車其實跟開車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你騎車你可以很直接的 感受到那種風 然後那種陽光 甚至那種空氣 甚至旁邊的那種律動 那開敞篷車不就好了 不一樣 敞篷車前面還是有一個那個 擋篷玻璃 而且你 而且你 你吹那個風到了現場 後座的女生就變成瘋子啊 就是 就要帶人去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 一個女孩子可以支持 享受她男朋友的那個 嗜好跟興趣是很重要的 對不對 對 沒錯 你現在會跟 如果要交往的話 會不會先跟對方講說 你要知道我是玩車的 然後要花很多時間在車上 不用講嘛 因為大家都知道吧 他現在跟賽車畫得很好的 他臉長得跟輪胎 對 也覺得看起來就是一部跑車了 對不對 對啊 連出新專輯都跟車子分不開 其實我覺得 基本上我這麼喜歡 那相對的 當然我如果喜歡的一個人 那我當然不可能去忽略掉他啦 那如果他能夠去欣賞我所喜歡的 我想那是更好的 對 去跟一個女賽車手交往 我們就可以一起 一起在賽車場上鬥 對 妳現在看看排名在前面的女賽車手 有長得能看的嗎 妳沒有參加過那個 香港明星辦的那些 我參加過成龍賽車 一次 妳參加過 第幾名 我被撞了 被撞開了 大概倒數的吧 對啊 然後那個時候去 是妳已經會開賽車了嗎 沒有 我會開車 但是賽車是第一次 幾年啦 99年吧 還是2000年的時候 為什麼妳的指導人不是林志穎 她那時候還沒有 她是小S的 對啊 妳怎麼不去指導 沒有 那時候 妳是幾年 99吧 99那時候還沒有 我還沒有 還沒有很到職業的水準 我是到這兩年才 才有到那個 升級到那樣子 要拿照 那個要拿照 執照的 去年我就當成龍輩的總教練 後來就教他們怎麼開 對 陳龍輩總教練 她現在可以再去了 我還好 我就一次玩過就夠了 我就不會想要再玩第二次 因為還是 撞到還是蠻痛的 你們兩個同學的時候 你們在學校就已經開始演戲了 對 對啊 都嗎 高一開始 你說我們演班上的戲 學校的戲 學校的戲 對對對 但是林志穎已經是藝人了嗎 還沒有 她是高二下高三出道 對不對 OK 這個是我們畢業公演 這個是你啊 左邊那是我 右邊那是志穎 你不是那個嗎 拉阿的那個頭髮 那個頭髮把它梳往前面就是拉阿那 對啊 我們有 我們有就一個拉阿頭的照片 對 好像拉阿 所以 這個是定裝 這個 對 完全是拉阿 很嚇人 其實拉阿也是我們同學 拉阿是我們夜校的同學 對 然後拉阿學他的 對 我剪那個頭你不知道多少人跟著我 我們學校有多少那種一年級的心聲 都照我那樣去剪 可是你後面是剃掉的 對 後面是剃掉 就裡面都剃掉 只有外面一個碗蓋蓋在上面 對 輸到後面就像那種 小ABC有沒有 就這樣輸到後面 就是這樣兩個這樣 你是為了 就因為班上林志穎太帥 你就自暴自棄 就 不會耶 那時候我教 我那時候交女朋友 不會比她少耶 真的 你現在在賭氣嗎 我講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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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跟她的行為 在學校是完全不一樣 我們喜歡的女生 類型也都完全不一樣 他喜歡哪一行 他喜歡 他喜歡就是 這樣好像問 學校的時候 就有一個 就有一個 現成的樣品在這裡 對啊 其實就是這樣子啦 真的啊 我要看紀念社上那個 他初戀情人隊 真的嗎 你沒有看過嗎 沒有 我沒有 你看了不會生氣吧 是同學 這個 這滿漂亮的啊 芭蕾舞的 就是眼睛大大的 思文思文啊 所以 志穎同學 這個交往多久 這個 我講沒關係啦 他滿專情的 他在學校就交兩個女生 一個就是 一年級的時候 對 然後那女生 因為他後來 家裡有一些 你家裡有一些 所以他沒有繼續唸 所以他沒有繼續唸 所以一年級之後 他就跟這個女生在一起到畢業 他很專情 OK 這是學校裡面的 學校外面的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他 他有什麼都一定會跟我們說 為什麼 我們男生的感情真的非常好 因為男生本來少 學校700多個人 只有200個男生 OK 所以男生 尤其是出版很少 對 出版很少 男生就非常團結 所以他雖然那麼出風頭 可是並不是一個 花花公子 他不是 他不是 他真的不是 是 為什麼樣的教育 會讓你這麼 控制自己 沒有啊 我覺得 一定一堆女生追在後面的啊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原因 會不會因為後來出道的關係 我們男生 好像都 但學校都蠻專情的啊 對 真的 我啦 我沒有啦 我念初的時候沒有很專情 我念初的時候沒有很專情 你們彼此沒有互相比賽說 誰又拔到誰 我沒有這回事 沒有啦 沒有這回事 因為現在線上一些比較辣的女藝人 大概都是我們畢業的時候才剛進來 像天心啊 大小S啊 那就交給學弟去處理就可以 你們有同學嗎 就是藝人跟你一樣是同學的 沒有 我們那一屆 我們那一屆就除了他還能有誰 你告訴我 還能有誰 天心是比你們晚幾年 比我們晚 一屆還兩屆 兩屆 兩屆 大小S是我們畢業他進來 那也夠得到啊 就是如果一定要下手的話 可是我們其實 我們其實還分得蠻清楚的耶 我們不會因為有漂亮女生 我們就再去找 那學弟看到學妹進來了 就交給學弟去照顧就好 OK 所以林志穎不是那 是愛情結束的時候會很痛苦嗎 會飆著車出去 雨中 狂哭狂吼那一種嗎 應該 應該還好吧 辛苦車領旅 不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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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很自然而然的這樣分開嗎 那心情不好的時候不會去飆車啊 心情不好啊 可能 會騎著車子啦 或開著車去走一走啦 到處走一走 應該也是會的啦 因為我覺得開車是一種 釋放壓力的方式嘛 也算了 對 做自己喜歡做的一種 對 做自己喜歡做的一種 林志穎你第一次叫林志穎是什麼時候 跟他拍電影的時候 校園趕死隊 我幾十八吧 那時候你已經演了電視劇了沒 第一次演戲 嚇人 怎麼被 我還有虎牙的時候 對 你那時候怎麼被發現了 拍廣告 我高中的時候拍廣告 OK 然後林志穎那時候已經比較有名了 很有名 哇 那你叫他的秀沒有很興奮嗎 還好耶 為什麼 沒有啊 因為就是 沒有興奮 你這個樣子看起來應該是會很興奮的樣子 會很興奮嗎 沒有 我又不是追星族 那就是一個小朋友啊 對啊 可是因為 不曉得耶 女生可能還是會比較含蓄吧 可是也沒有 真的沒有興奮 然後那個電影裡面 你們兩個有愛情戲嗎 沒什麼著墨 那種短短的那種 是小寵物的那種 牽牽手那種 POPPY LOVE 沒牽手 有啦 他騎腳踏車 然後坐在前面上去 從河堤上對不對 從河堤上過去才是他的 那還滿浪漫的啊 那坐的屁股很痛耶 同一個片子有金晨舞跟林志穎 對啊 多厲害啊 然後你都沒有尖叫 沒有 沒有 叫在心裡面 有偷偷在心中比照一下 這兩個誰比較帥嗎 平良心獎啦 那時候林志穎是帥的 真的 平良心獎是真的嗎 最近電影台都還有在重播那個電影 然後你真的可以比較一下 而且金晨舞那時候稍微比較胖 對 比較小孩子一點 他那時候不是現在的金晨舞 對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林志穎 是整個電影裡最帥的一個 就可愛囉 我覺得他很可愛這樣 然後 那時候就 有開始做朋友了嗎 沒有啊 因為我們在 我們在台中拍 所以住在台中 然後 所以 好像有去唱歌還是 唱歌吧 只有這樣子 對啊 然後戲完了就沒有了 那個 林欣如你真的來坐這邊好了 我覺得你回答得很乖嘛 對啊 你來這邊坐好嗎 來這邊坐 來這邊坐 好 所以戲拍完就沒有變成朋友 就是朋友啦 OK 那你們也太多年了吧 我是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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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怎麼開始就聊偏了已經 就聊偏... 沒有辦法 自己又聊起來了 因為要聊林志穎演的電影 就會聊到這件事情 他那麼多部電影 他還有別部了 OK 所以當時你 第一眼看到林欣如的時候 不是 我突然這樣訪問來賓啊 我連句都不能問 我要問什麼 現場只有你們兩個合作過電影 我又沒有跟你拍過電影 我們還合作過舞台劇啊 好 那你第一眼看到張照劇的時候 你有心動嗎 然後我這樣問 好爛的問題 好爛的問題 我覺得還滿可愛的啊 你這樣不是說我啊 那會來哪一邊 張照劇可愛啊 所以 林志穎 林欣如兩人分手後 還能繼續維持朋友關係嗎 所以 你當時是 已經是出名的演員了 那碰到像這種新人 難道沒有擺架子嗎 應該 我應該是不會擺架子的吧 他沒有架子 我覺得他沒有什麼架子 所以並不是那種什麼 很紅的小天王的排場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覺得他滿好的 張照劇他在學校的時候 是很厲害那種 校長會直接掩護他那種 你講的掩護是哪一種掩護 就是他只要要跳課什麼 校長都會簽 後來啦 後來應該學校 後來他已經變成學校的標誌 藝人了 對 那學校後來也發現 而且因為在他還沒紅之前 還沒出片之前 其實他 他剛進學校的時候 就已經滿轟動 只不過是因為是校內 因為他們也不是藝人 他只是 所有的學姐都知道 有一個很帥的小男生 要來學校念書 所以呢 等於是學姐把他捧在手心上 就很疼他 強得當他直主學姐 那後來 等到他要出片了以後 我們有一年的那個 術科招生 我們是獨立招生 我們術科招生 本來一年大概平均 兩百多個人了不起 兩百多個人來考新生了不起 有一年我們就因為他 他發片 上千 上千 九百多一千人 那已經是跟我們學校的人數 是一樣的了 對 你知道嗎 跟我們學校一樣人數來 來考那十五個人的名額 所以 校長就覺得 再這樣壓下去也不是辦法 因為其實我跟他都是一樣 都是 身上背了很多 對 為什麼 你們也容易寄過 我們很容易寄過 真的嗎 就是因為玩摩托車被寄過 高一 高一我們自己就去打工 我們還自己 我們兩個去打工 去那種排骨店洗雞腿啦 對 挖雪塊啦 東區很有名的排骨飯店 對 然後晚上再去那種西餐廳去打工 為了就是賺錢買摩托車 請問你那時候洗雞腿那些 存在錢多久就能夠買到一輛摩托車 暑假就 就差不多買到了 暑假 第一輛你還記得是多少錢的摩托車嗎 一萬多塊吧 有這麼便宜嗎 二手 二手 對 二手的摩托車 還搭檔了50CC搭檔摩托車 所以那時候就知道你這輩子就是要玩 要玩車了 就很喜歡啊 OK 那後來就真正讓你覺得 夢寐以求的一輛車是什麼時候才買到 其實我覺得公司對我蠻好的 我18歲生日的時候公司又送我一台BMW 對 然後我到了真正二十三歲的時候 然後就買法拉利 對 就圓自己的夢 所以法拉利是你那時候最想要的車 對 那就其實還蠻快 比一般人都快就拿到你要的車了 對啊 所以說還蠻幸運的 他那個應該是 應該是每個男生的夢想吧 有很多人可能要一台法拉利 他可能已經四五十歲了 賺很大很多的錢的時候 開在路上我們一看一聽說 怎麼這種老先生在開法拉利 但他的那個畫面就真的好像電影 你情節才看得到 就是中號東路上有一個很年輕很有型的一個帥哥 對 開了一台鮮紅的法拉利 對 那個畫面就非常非常的美麗這樣 對 你坐過那台法拉利嗎 嗯 跑車不是很難做嗎 對很煩 穿裙子很囉嗦 對 而且你要彎很 然後也不舒服對不對 嗯 其實我個人覺得不太舒服 有抱怨過嗎 沒有 沒有 就默默地承受 哇 那你真的蠻乖巧的耶 那可不 所以 玩跑車就需要把妹是嗎 沒有啊 自己喜歡啦 主要是自己喜歡 那因為自己的夢 那 那 對啊 就這樣子 你後來越來越把多一點時間 放在賽車這個事情上面 就是 是你本來就想要走的 對 還是說因為當明星覺得有點 不太像你最想做的事情 也不是 其實我從小就非常喜歡有關於車子的 火柴的小機車 遙控車 模型車 腳踏車 只要有關於輪子的直拍輪 摩托車 汽車 那從小願望就是當一個賽車手 嗯 那直到有一 差不多98年99年的時候 我就下場去比賽 第一次跑我就跑到了第三名 因為我覺得 欸 我好像還蠻有這個天分 跟這個能力跟實力 那為什麼不去好好的去 嘗試走這條路看看 那我就決心去走這條路 這次出新專輯的時候 那個記者有報導說 那個 因為蕭翔有去幫你站台嘛 對 可是林欣如也送花籃 所以花籃是那個 林志穎跟妳要的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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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甘情願送出去的 真的嗎 心甘情願四個 你怎麼知道她要發片了嗎 不好上燈那麼大 不好上每天都燈很多事情 我也不會每一個人都送花籃去啊 沒有啦 我有剛剛打電話問她的經紀人 這樣子 OK 然後下面寫什麼 我就寫 就是祝你什麼 寫什麼 一飛沖天嗎 專輯大漫一飛沖天 你不是記性不好嗎 因為她還光明著祝好朋友 對不對 對 心甘的好朋友 每個人都跑來來問 對 那你當時又想把那盆花藏起來嗎 沒關係吧 對啊 好朋友的祝福也沒關係 我跟你講 林志瑩今天來這邊碰到你比較大方一點 因為要不然她以前那邊 她很丁對不對 對 就跟我們講官方說法 我覺得 有時候我看到報道也是 就還滿官方的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 就你比較面對這件事 她都不能面對 問她 為什麼 你這樣我叫她的名字啊 蛤 沒有我覺得 因為女生都比你大方耶 大方啊 不是我說我不大方 我是覺得 可能我 比較注重自己的隱私 自己的生活 的這一面 我 比較不喜歡拿出來 我覺得她現在比較 上面有這麼多的 偶像的包袱在吧 是 以前可能還年輕 現在已經長大了 所以 對啊 我覺得啦 對啊 我不知道 因為妳心目中長大 一直她幾歲啊 什麼這些事情啊 就 妳覺得她真的有變 比較成熟嗎 一些些吧 因為她 我覺得她還是很有赤子之心 就講到她的車子啊 她的 什麼夢想啊 有的沒的 我覺得她還是像小孩子一樣 愛玩 也不是說愛玩 我覺得就是 很有童真吧 妳爸爸不同意妳賽車 她 其實 到現在其實還是蠻反對的啦 還是危險啊 她是覺得危險 但是她現在也慢慢了解到 其實 像我賽車的話 她會認為說 其實我也了解了 只要妳不 超過妳自己的一個 駕駛的能力範圍之外 都是非常安全的 妳自己知道妳在做什麼 非常重要 所以 從小她就是 給我們的教育就是 妳去做沒關係 如果什麼偏差 她再來糾正我們 所以她也會看 她這些年來慢慢的看 好像 事實上 這也是我的興趣 也是我的專長 為什麼不讓我去 好好的去試試看 那沒想到 現在有這樣的一個成績 有自己的車隊 而且車隊 在前幾 上個月也得冠軍 然後 至少 對她來講 她算是個生意人嘛 那她就覺得 以前我在玩賽車 自己的自製 自己付出 到現在是 很多的收入進來 所以她會覺得 其實好像還不錯 我們有林靜穎 比較早的時候 發了專輯的音樂錄影帶 請大家一起觀賞 故事每個電區 都有美好回應 是妳說我要我 沒妳當地 真正 小家 當她 夢也操 我有我的真心 收盡所有快樂 年輕的心 像首歌 有夢就進追逐 有愛就有歡樂 為妳永遠無歸走 為什麼 說說你都是我 到底我是做錯了什麼 我的真情感到說 你不懂 我想要去走走 去海邊吹吹風 這感覺彷彿 又回到相愛的時候 對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的是 2000年 對 最後一個是2000年 對 六年前 所以這次發生什麼事情了 就決定要再出 六年當中有一支想出嗎 其實這六年當中 也有想出一些專輯 只是一直在拍電視劇 那因為電視劇一拍年 你知道就是 幾個月 半年 那變得就是說 同時製作專輯 我都覺得會總是 會留下一點點遺憾 所以為了製作這一張 我去年就 推了快二十部戲吧 然後就完全投入在 這樣專輯唱片 因為很多歌迷一直在說 所以妳的經紀人說 心如刀割 就是太少賺二十部戲 對 經濟費用對不對 真的 然後 還是說 因為這個成語裡面 有林心如的名字 我先用一下 林志穎與林心如為何分手呢 廣告後為你獨家公開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就決定跟你坐這邊會不會無聊 不會不會不會 要不然我陪你坐 我陪你坐 對…我是這樣想 我是這樣想 那個林心如 那林志穎送女心專輯 在家裡會放來聽嗎 我放車上聽好嗎 好 我放車上聽 還蠻乖的吧 紅場啊 以前呢 以前在家裡會有放他的專輯來聽嗎 沒有 沒有啊 從來沒有過 沒有 你沒有送過你的唱片 以前沒有啊 真的嗎 我記得沒有 一張都沒有嗎 沒有 沒有 為什麼會這樣子 好像有啊 沒有啊 出那麼多張應該… 對 可是沒有啊 然後妳也不自己花錢去買 什麼東西啊 什麼東西啊 我沒有買過 喔 那所以妳根本沒有 妳根本不會去KTV 沒有 其實後來… 後來我都在當兵了 妳當多久了 兩年啊 兩年啊 所以林心如根本不會去KTV點 林志穎的歌來唱 就像有… 不會去點小火車的歌曲一樣的道理 嗯 什麼時候 就… 就我們啊 喔 踏著 就不會去點 就已經長大了 對…謝謝 對… 是嗎 好緊張 可是我現在只要大家去聚會幹什麼 大家就說 妳不是林志穎同學 趕快點不是每個練曲都沒有 回憶跳給我們看 所以我還是會被她要求啊 可是她… 林心如可能 身邊沒有敢惹她的人吧 也對 那林志穎會看林心如演的戲嗎 會啊 真的假的 妳覺得她演…妳覺得她怎麼樣 在這幾年來有沒有成長很近 有啊 從還珠啦之後的 這些都不錯啊 真的 沒有注意到 有啊 這個電視常常在播啊 不要空氣轉到她的時候 都會看一下不會立刻轉台嗎 就不會立刻轉台 對… 應該… 沒必要立刻轉台吧 OK 對啊 看旁邊有沒有人在轉 那… 那看到畫面上有林心如的時候 臉上會不由自主地浮現微笑嗎 沒有 就很正常的看 最近還不錯 妳覺得如果說今天抽開 兩個都是藝人的身分 妳看到一個這樣的女孩子 妳覺得她最吸引妳的部分是哪裡 個性挺不錯的啊 男生 妳看到她就知道她個性挺不錯 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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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超級 我這槍開得不錯嗎 這槍開得非常好 可是問題就是跟我的資料有點差距 因為 長到個性這兩個字 我不得不播一段影片可以看 其實很短 不要緊張只有30秒 一下就過去了 熬一下就過去了 一下開始 冒冷汗 所以妳跟林教練 是唯一一段承認的關係嗎 沒有承認 我當時怎麼會在一起 拍戲認識的 然後她追求妳 不要哭了啦 都過去了 沒有很正常 倒起來 而且當時在拍還珠耶 後來我跑去拍還珠啦 所以妳們倆分開是因為還珠嗎 距離吧 沒有啦 個性 好啦 關鍵字 個性 個性 妳又哭 沒有 沒有 個性 妳又哭 沒有 沒有啦 她到底可以說什麼 因為這邊 有油妳知道嗎 如果不擦掉就真的也讓在哭 對不起 好 個性怎樣 我的個性 因為她稱讚妳的個性 結果妳在我們康熙來說 妳是因為個性才跟她分開的 我個性 我個性 我個性可能比較像男性吧 我個性比較像男性 然後妳想找一個比較溫柔的 沒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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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到底當時那個 是逐漸淡去嗎 是不是 算吧 距離啦 其實我覺得距離啦 所以一個在內地 一個在台灣嗎 都 都 跑來跑去的 可是妳後來自己也去內地了 所以說其實都忙 都很忙啊 就是她拍戲 我也拍戲 要不然就唱片 所以兩個人基本上 碰面的時間很少 其實後來就很少碰在一起了 對 所以只是距離而已嘛 那問題不大 這是要複合是不是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以後如果還有機會的話 其實也是蠻好的 因為距離這件事情 可能是工作上鬥不來嘛 對不對 蛤 不可能那個嗎 可能複合嗎 什麼 沒有 我覺得我們現在是 朋友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朋友 當朋友很好啊 就好 對啊 那請問當時有掙扎過說 還要不要跟這個人 繼續維持做朋友的關係嗎 因為有的人分手後 就不再當朋友了 應該是我先打電話給你的 所以妳比較願意維持這個朋友關係 所以妳比較願意維持這個朋友關係 我應該是我先打電話 妳打給她幹嘛 我很好 就說最近好不好 其實很像分手的男女朋友 會做的第一件事 所以林淨妳當時接到電話 有大吃一驚嗎 大吃一驚啊 還是也就覺得她該打來了 沒有啊 其實 只希望打去不要打擾到人家 我會覺得這樣子 人家誰啊誰啊誰啊 就別人 我知道 就不要 就是半夜兩天打 就不要打她爸爸 半夜兩天打也不好 好啦 後來就變成維持聯絡的關係 對 那妳這個女生還滿大方的耶 妳都不會那個 都是很大方的 妳都不會想說 為什麼不是她先打給妳 沒有 因為 不是因為有什麼重大的吵架 或是什麼的啊 所以我覺得 所以問題不大啊 唉唷 但是兩個是長大 妳也不用一直要把人家 再戳戶在一起吧 沒有 因為很多事情難講 我只覺得林志穎今天滿可憐的 她昨天晚上還打電話 今天早上打電話給我 說待會兒要聊什麼 昨天晚上MBS問跟我說 今天代班主持人是林心如 她希望我可以幫著她一點 對 因為志穎啊 妳搞錯了 這是我們公司的節目 從頭到尾 這是我們公司的節目 謝謝 開玩笑 開玩笑 我其實只要 我們每一次有林心如跟林志穎在 只要進展這麼一點點就夠了 對啊 所以今天只要進展到林志穎講說 她打了一通電話 就好啦 我就要放林志穎回來做 我們每次只要一點點進展 下一次又被拿出來播 下一次就播今天講的這一段 對 又拿出來播 然後就會開始討論 那通電話的內容是什麼 那我們康熙就要一直幫你們做連續劇 做到哪一年 一直在做連續劇 好 那妳跟你以前其他的交往過的人 都願意維持朋友關係嗎 妳是這麼大方的女生啊 沒有其他 只有這一位啊 以前呢 OK 所以沒有那種說分手或恨到 不願意再跟她聯絡 沒有 妳今天來這邊 是什麼時候才知道 代班主持人是林心如的 昨晚才知道的嗎 是一兩天才知道的 所以有在掙扎嗎 沒有 沒有什麼掙扎啊 那妳不是跟趙大志在MSN嗎 沒有啊 妳又哭 沒有啊 戲友 沒有啊 一直誤賴我 那個其實是有點半開玩笑 對 有點半開玩笑 欸 明天是林心如 可是妳們平常沒有場合會碰見嗎 妳說跟妳們兩個 這應該是我們第二次公開場合碰面吧 好像沒有耶 沒有什麼機會 私下再來朋友 不是啊 不是 不敬於好 好啊 知道 公開場合啊 然後現場又有四位證人以上 是 所以 所以妳沒有想躲嗎 有想要試試嗎 沒有 我沒有什麼要躲啊 對啊 可是妳明明叫來就被我們問啊 沒有啊 沒想到會問 不是 沒有想到會問這麼多啊 這麼多 我才問到 妳通別話就收手了 妳還覺得多 我們昨天MSN最後結束了兩句話是 他是說 希望還是放在專輯上 然後我說 他說那是明天是林心如 欸 然後結果我就跟他講說 那妳多穿兩件 放在背心裡 我就不知道 好 今天最後呢 主持人要跟我們的來賓道別 那我要去跟張兆志 擁抱道別 好 那另外兩位自己看著看 謝謝妳來上節目 謝謝他們 謝謝 謝謝觀眾朋友 謝謝 恭喜 擁抱道別 就這樣嗎 只有握手嗎 要不來的 禮貌性的就好了 好 好 好 這麼忙 好 好